世界杯赛场上出现过很多红牌,大部分的红牌出了也就出了,过段时间人们就不记得了。 但有一些红牌例外,因为得到红牌者本身是巨星,或者被罚红牌的过程很戏剧,让这些红牌载入了史册,很多年过去人们也不会忘,今天巨石财富小编就为大家介绍足球史上这几次经典犯规。 一、马拉多纳1982年,马拉多纳第一次参加世界杯,那时他只有21岁,在和巴西队的生死大战里,巴西先进了一球,一比零领先,马拉多纳带领阿根廷反扑,但是巴西一次次凶狠地逼抢阻断了马拉多纳,有一次马拉多纳带球突入禁区。 巴西球员产球明显犯规,应该是阿根廷的一个点球,结果裁判只判了一个脚球,马拉多纳的怨气越积越深,而巴西又连进两球,三比零领先了,最终马拉多纳爆发了,第75分钟,马拉多纳在拼抢的时候一脚踹中了巴西队员的肚子,被裁判直接红牌罚下,这是马拉多纳职业生涯唯一一张红牌。 那张红牌后,阿根廷国家队认为马拉多纳年轻暴躁,不足以承担大任,长时间把他排除在外,还好下一届1986年,世界杯马拉多纳也来了,这一次他用上帝之手,和连国五人创造了神话。 2.贝克汉姆98年是贝克汉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,他飘逸的金发和帅气的面孔吸粉无数,但没有人想到,贝克汉姆会用一张红牌结束英格兰在那些比赛前进的道路,和马拉多纳很相似。 2.贝克汉姆也不断地被阿根廷的铁腰西蒙尼侵犯,裁判都视而不见,后来一次拼抢中,贝克汉姆被阿根廷队员撞倒躺在地上,偷偷伸小踢了一下西蒙尼作为报复。 3.要说小贝运气也不好,之前被侵犯裁判不管,这下想报复却刚好被裁判看见,裁判就在眼前,丹麦裁判尼尔森果断掏出一张红牌,小贝直接下场,英格兰也输掉了比赛,这张红牌成就了这场经典比赛,也让西蒙尼文明世界,赛后有球迷说贝克汉姆会演戏。 贝克汉姆表示,西蒙尼的演技比他厉害多了。 3.齐达内前两张红牌,对于看球时间短的朋友可能比较陌生,但齐达内的这张红牌可以说是人尽皆知了吧。 2006年,法国在不被人看好的情况下,在齐达内,亨利的带领下一路杀进了决赛,决赛加实赛的最后时刻,眼看就要进入点球大战的时候,突然发生了这一幕。 小编看了这场比赛的直播,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朋友都和小编一样猛逼,因为本来电视画面是跟着球走,突然听见裁判吹听了比赛,然后给齐达内出审了一张红牌。 齐达内为什么会投顶马特拉奇,十几年来还没有明确答案,齐达内本人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,很多纯语专家分析录像,认为马特拉奇骂了齐达内的姐姐和母亲。 而马特拉奇本人接受采访时说,他只是言语侮辱了齐达内的姐姐,绝对没有侮辱齐达内的母亲,因为他自己也是个孝顺的人。 至于马特拉奇说了什么,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,齐达内也因为这张红牌离场,便求大战书给了意大利。 被誉为新一代球王的齐达内离大利神杯,只有一个背影的距离。 四、苏亚雷斯这张红牌之所以有名,并且引起世界球迷的大讨论,就是因为他的话题性。 2010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,乌拉圭利S加纳,两队打平进入加实赛,加纳仍有着逆天的体力。 加实赛最后几分钟,还在对乌拉圭狂轰烂炸。 最后几十秒,加纳在禁区里,获得了一次打空门的机会。 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球门的防守,乌拉圭球门线上只有一个苏亚雷斯。 这时,加纳一脚打向空门,苏亚雷斯在不可能用身体其他部位把球挡出的情况下,果断选择双手把球拦在门外。 主裁判直接红抬把苏亚雷斯拔下,并且判给加纳一个点球。 戏剧就戏剧在这里,加纳队的点球偏偏还没有进,两个队最终加实赛打平,进行点球大战。 而点球大战里乌拉圭又赢了,也就是说,苏亚雷斯用手故意挡住了加纳币进球,用争取来的机会加上运气赢得了比赛,进入四强。 这种情况在世界杯赛场上是第一次,所以赛后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大讨论。 很多人都骂苏亚雷斯,严重违反体育道德,2014年世界杯苏亚雷斯还咬了基耶利尼,同样的明世界,对苏亚雷斯来说,这种体育道德值几个钱,能带对取得成绩才是最重要的。 你很难说他错,但也没有人会喜欢他这样的举动,至少在世界杯红牌史上,苏亚雷斯留下了大名,他贡献了一张最特殊的红牌。